我现在就在深圳彭城五路国家开发银行大厦的楼下 在今天中午的一点半左右 该栋21楼有一块3到5平方的玻璃幕墙被飓风刮倒 直接掉落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 而连同刮倒的还有一些金属框架和招牌 索性当时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 而深圳计刃台在中午的预报也说 现在的这个福田中心区的最大风力也达到了12级以上 所以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不时也能感觉到真正的大风 而且雨打在脸上也是十分的疼 所以现场的公寓人员就跟我们说 他们不排除还有其他玻璃掉落的可能 所以现场已经拉起了封锁线 就在我刚刚说完的这一刻又有一整块的玻璃 带着金属框架重重的掉落在我身后的地板上 发出巨大的响声 把我和我的摄像都吓了一跳 可笑而知现场的风是有多么的大 各位在台风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哇 好可怕 记者看才也想尝试进入该栋大厦 想上到设施的楼层去了解情况 但是由于现场的风力还在不断的加大 而工作人员已经把整栋大厦进行了一个封锁 出于安全的原因 他们就拒绝了记者的进入 但是据他们透露呢 因为今天是周末上面的没有任何的办公人员 他们已经把设施的楼层做了一个加固和封锁的一个处理 而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 已经有公安等其他的医生工作人员 正在楼上做进一步的勘察 目前也算是处理不了太多 因为风太大了 只是我们现在要做现场警戒 要出现第二次有人过来 要直接通知 让他靠近这种 这是竹城都在排查那个玻璃木箱吗 是的 是的 谢谢 谢谢